在上节课呢 我们主要是通过对于系统工程及其复杂科学的应用 转而介绍系统工程发展的展望 第一点呢 我们讲了 作为一门交叉学科 系统工程日益向多种学科渗透和交叉发展 第二 作为一门软科学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 这里面呢 我们主要是谈到了系统工程作为软科学的特点 在系统工程这样一类软科学中呢 所研究的系统对象 往往可以分为硬系统和软系统两类 这个在上节课呢 我们提到过 所谓硬系统 一般是偏工程物理型的 它们的机理比较明显 因而比较容易用数学模型来表述 有较好的定量方法 可以计算出系统的行为和最优解 比如说在工程系统中 很多参数 是固定 而且可以测量的 比如 温度 比如对于水来讲 可能在正常大气压下 达到一定的温度 水就会由液态 转化为气态 或由液态转变为固态 这些呢 都是一个比较容易把握的东西 因而说 它们的机理 比较明显 也比较容易用数学模型来表述 有较好的定量方法 可以计算出系统的行为和最优解 在物理系统中 一个物体的速度是多少 它要走的路程是多少 我们通过计算 也可以比较容易的得出 它走完这段距离需要多少时间 但是什么是转系统呢 一般是偏社会 经济型的 它的机理 往往并不清楚 较难完全用数学模型来描述 注意这里提到的是 完全用数学模型 因为物容质疑 即使是在社会经济型系统里面 这些软系统里面 大家注意 它的很多问题 也是可以通过数学模型来描述的 尽管这些描述可能略取了一些因素 我们在后面介绍的一些工具 也主要是以数学描述为基础 来进行的 但是另一个特点 对于社会经济系统 机理往往并不清楚 同一个市场上 同一种商品 不同的时期 价格会有不同 即使在同一天 可能早上 中午和晚上 价格都会有差异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 什么样的机理 使它的产生这样的差异呢 我们往往可能会举出一些主要的 通过经验得到的因素 但是 如果要用数学模型来描述这些机理 确实不可能的 再一个例子 就是证券市场上 我们看到我们所关注的股票 或者证券 随着时间的变化 每一天的价格 每一时间的价格 都会有所不同 实际上 他们所呈现出来的这种特征 是千千万万 具有各自的利益 各自立场的人们 交互作用的结果 而每一个人 又是一个非常难以描述的个体 这就是软系统的特点 首先 它往往构成的基本要素是人 而人这个单元 首先自身 特性 难以用数学模型来完全表述 第二点 人们之间的关系 也难以用数学模型完全表述 所以对软系统而言 实用的研究方法 往往是采用 定量与定性 相结合的方法 来处理问题 通过定量 来描述 一些我们能够把握的机理 而通过定性 来把握一些 不能描述的机理 和要素联系 这就是软系统研究的特点 在后面的我们的应用案例中 会有这样的例子 当然后面的模型构造方法 也会提供相关的说明 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末 由于定量方法的发展 和计算机的广泛应用 使不少社会经济问题和管理问题 有了科学计算的具体方法 首先是定量方法的发展 由于数学的发展 尤其是应用数学的推动 发展出了一系列的 实用的优化方法 使原来不大容易解决的问题 可以通过数学模型进行描述和解决 第二是计算机的广泛应用 使得可以通过系统仿真的方法 来解决长期困扰着市场经济社会里面的经济周期波动的问题 当然这个经济周期波动在西方国家的历史上更多的表现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这个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 比如1939年的经济危机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的导致因素之一 过去这些问题的机理是不清楚的 所以这个清楚和不清楚呢 主要是相对于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方法而言的 比如说经济波动的理论 在过去是不清楚的 而系统仿真的技术产生之后 对这个问题就有了比较好的解决 而且对于城市的发展 世界环境的发展 人口问题都有了比较好的描述 使不少社会 经济问题和管理问题 有了科学计算的具体方法 并可以求出他们的自由解决方案 极大的推动了运筹学和系统工程的发展 这是当时取得的一些比较显著的成绩 但是呢 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 一些有远见的学者感觉到过分定量化 过分数学化 会给运筹学 系统工程的应用带来副作用 有些人满足于数学公式的推导本身 而忽视了最有生命力的源泉 实际问题本身 这个在前面 我们在系统工程学习的注意的要点中 其中一个强调的就是要问题导向 这里边呢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就曾出现了方法导向的这样一个错误的趋势 因为数学的发展 计算机的发展 使原来那些看似非常困难 难以解决的问题 迎刃而解 这样呢 就使很多人过分夸大了数学推导本身的作用 自觉或不自觉的呢 把他的注意力 关注于数学推导 而忽视了对于问题本身的研究 其实以问题为出发点 这样一点呢 大家应该是都清楚 但是往往呢 在研究中 却自觉或不自觉的呢 跳到了方法导向上去 因为对于一种新的方法 可能大家都比较喜欢 都想呢 把这个方法用来解决自己所遇到的问题 那么这样呢 就产生了一些副作用 基于过分定量化 过分数学化的模型 难以解决一些社会时宜问题 这是显而易见的 因为前面我们也不止疑似的提到 社会系统 主要是由千差万别的个体 作为个体要素的人所组成 所以这就注定了 过分定量化和过分数学化 无法完全准确的描述社会系统 所以许多学者 开始了反思 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在美英出现了一批新的系统方法论 大家注意 因为过去的系统 也有一个系统方法论 当然它更多的是偏重于硬系统 那么针对于过分定量化 和过分数学化 这样一个问题 提出了一个新的 一批新的系统方法论 共同特点是偏软 偏向于解决软系统所面对的问题 大多没有数学模型 而强调思考方法 工作过程和人的参与 其中比较著名的 也是后面我们将要讲到的 是切克兰德在他的著作 软系统方法论一书中 基于系统的目标 结构 基理特征 他主要是 当然他这个目标结构呢 基理特征 主要是一种基于软系统 将系统分为两种 这是他在提出之前 对于系统的分类 第一就是前面我们所讲到的 目标明确 结构清晰 基理清楚 可以用数学模型表达的硬系统 第二呢 是目标不明确 结构不良 基理不清楚 难以用数学模型表达的 这里面 什么叫结构不良呢 结构 有良与不良的区分 一个良结构的系统 主要是指 它的基理非常清楚 比如说一个工程系统 它的温度 容易衡量 这就是一个量系统 量系统里面 由于各个要素 及其基理 非常明确 明确之后 就可以通过 数学模型 来进行分析 和求解 而不良的系统呢 就是它的基理 往往能够认识 但并不是十分明确 这里面呢 就是一个不良的问题 从根本上讲 对于问题 要构造数学模型 本质 就是一个 由 将不良结构的问题 转化为一个 量结构问题的过程 当然这个过程 是绝对存在的 只不过有难以之分 对于硬系统而言 这个过程就相对来说 比较简单 但是对于一个软系统而言 就相对来说 比较困难 那么这个软系统呢 更多的是偏社会 经济 文化 生物的软系统 在著作中呢 切克兰德 将前者 也就是硬系统的问题呢 称为问题 处理后者的问题 称为一体 他通过 一些概念呢 不仅将硬系统和软系统 进行区分 而且 还创造了 发展了 处理这两类不同系统 所需要的 不同的概念 那么基于此类 将应用于不同系统的方法 分类 在我们教材的39页 表23中呢 有所体现 它主要是硬系统 与软系统的对比 在硬系统方法里面呢 更多的是强调于 运筹学 系统分析 系统工程 和系统动力学 强调的是这些东西 而软系统里边的 更多的 强调的是 社会系统设计 战略假设表面化与检验 社会系统科学 软系统方法 当然请大家注意 在实际的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这并不是绝对的 往往是 软的问题里边 存在着硬的问题 硬的问题呢 又有软的问题 是一个相互渗透的过程 而且很多软系统的问题 可以通过一些正确的方法 进行良化 进而进行处理 比如对于一个企业来讲 如果从战略层面上来考虑 无疑这个企业是属于一个软系统 为什么呢 因为战略 是一个非常难以把握 非常难以量化 它的系统的机理 不清楚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究竟未来是什么样子 并不能很好地说清楚 但是如果把企业 以运作层的眼光来看 企业内部的厂房的设置 工件加工的流程 信息处理的工作流 这些呢 又都具有鲜明的硬系统的特点 比如说 我们要将仓库中的库存的货物 在规定的时间内 在运输资源 也就是运输车辆 有限的情况下 如何通过合理的调度 把这些货物 配送到用户的手中 那这呢 又是一个硬系统的问题 所以软系统和硬系统 并不是绝对尽未分明的 一个系统究竟是软系统 还是硬系统 依据于我们 所研究的问题的侧重点 和我们所处的视角 而且 在解决硬系统的问题中 也会有软系统的方法 因为即使是工程系统 也并不是所有的问题 都可以用数学公式来表述的 即使对于软系统 也并不是所有的问题 所有的机理都不清楚的 有些是完全可以 通过近似处理 而转化为数学模型 来进行分析求解的 比如说在系统仿真中 对于城市的发展 社会资源的使用 就成功的 转化为了系统动力学 仿真模型 并以计算机为平台 进行仿真 这些都是软系统 成功的应用 硬系统的方法 进行解决的 成功案例 Jackson和Flood 在他们的著作 《管理科学的系统方法》 和《创造性的解决问题》 《整体系统干预》等书籍论文中 基于系统参与者的价值观 是否一致 将其分为三打量 即一致 不一致和强制 他们的转而研究 系统的参与者 并将他们的价值观 进行分类 前面我们也提到 人作为构成软系统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 价值观 是其千差万别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不同的人 他们的价值观 也往往差异很大 又基于系统的子系统数量 元素数量 及层次 的多少 它们之间的关系 是否复杂多变的 将系统分为两类 即机械的 或简单的 和整体的 有机的 或复杂的 由此得到 系统特性 及系统参与者 价值观不同 而应用不同方法的分类 在40页的表 2-4中呢 给出了 基于系统特性 及系统参与者 价值观不同 而应用不同方法的分类 对于机械系统 或简单系统 在价值观一致的情况下 更多的倾向于使用 运筹学 系统分析 系统工程 系统动力学 也就是应系统方法 而整体系统 或复杂系统呢 在意员价值观的情况下呢 更多的是 使用 一般系统理论 管理控制论 组织控制论 社会技术系统 思考生存系统 建模 偶然性 而对于多元的价值观呢 更多的是使用 软系统思考 而对于强制的 价值观 即存在有 绝对权威的情况下呢 更多的是 批判系统思考 整体系统干预 也称解放系统思考 那么为什么 在意员的情况下 有所区别呢 主要是因为 在价值观是 意员的情况下 人们所采用的思路 所解决问题的方式 方法和风格 更趋一致 这样的话呢 他们之间的相互理解 也比较方便 这样就适合于采用 比较统一的 方法论体系 而在多元和强制的情况下 更多的 则是侧重于问题本身 每一个参与者 都可能从自身的角度出发 进行考虑 进而集思广益 这样的情况下呢 就不可能再强调什么 非常统一的 方法论体系 这就是造成差别的 主要原因 另外值得一提的 是复杂适应系统理论 在二十世纪 八十年代中期 国际科学界 兴起了对复杂性问题的研究 突出的标志 是 我们前面所提到的 圣塔菲研究所 复杂适应系统理论 正式提出 对于人们认识 理解 控制 管理复杂系统 提供了新的思路 由于其思路新颖 富有启发 已经在许多领域 得到了应用 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提出 是从对系统演化规律的思考引起的 复杂性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是对于复杂性的产生机制的研究 简单的说 其基本思想 可以用一句话概括 适应性 造就复杂性 当然适应性 只是产生复杂性的机制之一 而不是复杂性的唯一来源 复杂性适应理论 完全不排除 还可能会有其他的产生复杂性的机制与渠道 然而 大量事实表明 由适应性产生的复杂性 即所谓复杂适应系统 确实是一大类十分重要的 非常常见的复杂系统 它从一个侧面 概括了生物 生态 社会 等一大批重要系统的共同特点 复杂系统 主要是依据 适应性的产生的复杂性 复杂性系统 复杂适应系统理论 包括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 微观上来讲 最基本的概念是具有适应能力的 主动的个体 简称主体 这种主体在与环境的交互中 遵循一般的刺激反应模型 比如说一个生物个体 哪里有环境发生变化 它自身总要发生一定的变化 比如说候鸟的迁徙 主要就是因为天气变冷 不适宜生存 所以鸟类才进行迁徙 到温暖的地方度过冬季 所谓适应能力的表现 主要在它能够根据行为的效果 修改自己的行为规则 以便更好的在客观环境中生存 在宏观方面 由这样的主体组成的系统 将在主体之间 以及主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发展 表现出宏观系统的分化 涌现等种种复杂的演化过程 我们把复杂适应系统 也作为一门 作为第二点 就是一门软科学 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这一点 内进行讲述 尽管教材将它安排为一点 但我们认为 它也是侧重于 更加适用于解决软系统的问题 因为在软系统中 比如说一个社会经济系统里面 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股市的例子 股票的价格 其实就是一种例子 很多人都期待着自己的政权价格能够升值 这样交互影响 相互作用 相互适应 从而使整个的股价 承现出一种非常复杂的波动的形态 当然这一点 在软系统中体现的非常多 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生物系统 和社会经济系统里面 都可以找到非常明确的例子 CS是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简称 该系统中的个体 一般称为元素 部分 或子系统 复杂适应系统理论 采用了适用能力 具有适应能力的个体这个词 英文是Adaptive Agent 是为了强调它的主体性 强调它具有自己的目标 内部结构和生存能力 比如说 社会系统中的人 生态系统中的生物 都具有这个特征 但是单独用主体这个概念 是无法完全表达出CS理论丰富内涵的 所以 围绕主体这个最核心的概念 霍兰 提出了研究 适应和演化过程中 特别要注意的 七个有关概念 聚集非线性 流多样性 标示内部模型和积木 聚集 主要用于个体 通过粘着 形成较大的 所谓的多主体的聚集体 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在我国的东部沿海地区 特别是广东一带 目前 很多的制造业企业都聚集于此 为什么呢 主要是由于当地经济环境发展比较好 劳动力比较丰富 这就是一个聚集的非常重要的 例子 再比如从大的范围内来讲 制造业的发展 由美国 转移到了亚洲的韩国台湾等地区 进而向中国的内地转移 那么其实制造业中心 就是一些具有生产能力的制造厂的个体之间的聚集 当然他们聚集在何处 则取决于当地的经济社会政策等具体的环境 那么他们的中心 所形成的这一区域就成为聚集体 在系统中像一个单独的个体那样行动 在以制造企业为例 当形成制造业的聚集体之后 当某一个地方的劳动力成本增加 那么他们可能又同时开始 或者近乎于同时开始转移 寻求新的更加适合于自身发展的地方 那么这就是聚集的概念 第二个是非线性 是指个体以及他们的属性 在发生作用时 并非遵从简单的线性关系 特别是在和系统或环境的反复交互作用中 这一点更为明显 往往系统中单个个体的影响 将扩展到整个系统 比如说在股市中 单个人的买卖行为都对整个系统有或多或少的影响 影响着他所买卖股票或者与此相关联的股票的价格 概括起来 单个个体影响系统的环境 而系统的环境又对单个个体的行为施加影响 这就是一种非线性的关系 CF理论认为个体之间相互影响 不是简单的被动的单向的因果关系 而是主动的适应关系 比如说股市上一只股票价格上升 会对人们的买卖 对股票的买卖产生影响 而人们对股票的买卖又转过来 会影响这只股票的价格变化 这其中的影响 更与其说是一个因果关系 不如说就是一种复杂的适应关系 所以请大家注意 在这种情况下 线性的 简单的 直线式的因果链已不复存在 实际的情况 往往是各种反馈作用 交互影响 互相缠绕的复杂关系 第三是流 在个体与环境之间 以及个体相互之间 存在着物质流 能量流和信息流 其关键作用的是信息流 当然这主要是相对于 社会系统而言 人们主要是通过信息 了解所处环境的变化 比如说股票上的价格信息 这些流的通道是否畅通 周转迅速到什么程度 都直接影响系统的演化过程 当信息畅通的话 信息系统中的个体 都能够及时察觉到 系统变化 或者是系统环境的变化 进而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 调整自己的行为 使系统以更快的速度演进 反之如果信息不畅通 那么系统环境的变化 将比较不容易 为系统中的个体所接受 那么这样的话呢 系统的演化 就会非常的慢 所以今天我们所提的 比较重要的地位的信息化建设 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来看 主要的问题就是解决社会系统 这个复杂系统中的 信息流的畅通问题 只有让社会中的个体 个人 更快的了解到环境的变化 更快的调整自己的行为 才能使我们所处的社会 经济系统向着更加有效 更加快捷的状态演进 第四是多样化 在适应过程中 由于种种原因 个体之间的差别会发展与壮大 最终形成分化 这是CES的一个重要特点 霍兰指出 正是相互作用的 不断适用的个程 造成了个体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变化 从而形成了个体类型的多样性 对于社会经济系统而言 对于单个作为单个个体的企业来讲 可能有些企业 处于硅谷等高科技比较发达 人才储处备比较多的环境之中 那么他们就更可能演化成一批 以IT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企业 而对于处于资源丰富 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的地区的企业 那么他们的企业就更加倾向于形成 以制造业为核心的一批企业集团 这就是多样性 在生物的进化过程中 这个例子就更为明显 比如最初的生物个体都连缘于海洋 但是由于后来 环境的变化 有的最终演化为生活在水中的海洋生物 而有的则成为演化为陆地上的生物 而还有的成为了飞鸟 其中环境 他们所处的环境的不同 对他们演化趋势的多样化 是一个造成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所以从整个系统来看 这事实上是一种分工 结果和前面所提到的聚合结合起来看 这就是系统从宏观方面看到的结构和涌现 及所谓自组织现象的出现 它所揭示的一个事实就是 系统里面的个体会依据环境的变化 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影响 来最终形成分工 形成多样性 所以从宏观上 可以看到结构的变化 以及涌现 好了 这节课呢 就先上到这儿 下节课我们将继续介绍 复杂适应系统理论 谢谢大家